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洛亞採訪報導 傳紅二代轉向鼓動習對臺作戰 欲趁機奪權 李奧法學家袁紅冰日前稱 中共紅二代改變策略 正在鼓動中共黨魁習近平武力攻打臺灣 以創造機會奪取習近平的權利 傳紅二代轉鼓動習對臺作戰 欲趁機奪權 袁紅冰5月31日接受大紀元專訪時表示 習近平有一個基本的戰略 他要通過發動台海戰爭征服自由的臺灣 然後邁出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關鍵一步 只有這樣他才可能領先毛澤東 這是他的幻想 袁紅冰說 中共紅二代曾經以國防大學前政委劉亞洲 作為代表人物 反對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的戰略 劉亞洲認為習必然會以惨痛的失敗告終 主要因為習近平根本不是一個 具有戰略家素質的領導人 所以他不可能贏得戰爭 而紅二代普遍同意劉亞洲的觀點 甚至包括原來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李尚福之所以受到整肅 一個重要的原因 他是兩面人 當面迎合習近平的看法 背後他和火箭軍的司令政委等高官 在私人接觸的場合認為 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是在自尋死路 袁紅冰說 現在習近平通過整肅劉亞洲和李尚福 把軍中和紅二代的不同聲音壓制下去 於是更多的人選擇了做兩面人 很多人都在等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的時候 趁機推翻習近平 因為一旦發生戰爭之後 軍權運用的重心就必然下降 因此下面的諸多軍官就會有了運用武力的主導權 袁紅冰透露中共紅二代中的一些人的最新動向 他們從內心深處反對習近平的個人獨裁 因為習近平破壞了原來鄧小平所設計的 中共權貴家族的寡頭共和制 不允許其他的紅二代家族分享最高權力 引起了紅二代普遍的不滿 甚至仇恨 所以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動態 紅二代認為可以鼓勵習近平去自尋死路 鼓勵他發動台海戰爭 一旦發動台海戰爭 習近平必敗 他們可以在發動台海戰爭之前 通過公平政變或者軍事政變來摧毀習近平的政權 袁紅冰說 習近平現在即使知道周圍的人 可能都是兩面人 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僅僅靠私人的感情拉攏 管理如此龐大的軍隊 是不可能的 特別是現在經濟斷崖是下滑 失業大潮正在湧起 地方政府的財政趨於枯竭 外交上也是四面楚歌 中共只能和沒落的專制國家互相取暖 更多的官員都已經把習近平視為毒負民賊 他們只是在等待機會 由於習近平現在實行的 是用高科技手段武裝起來的 嚴密的特務統治 控制了中共的這些官員 所以紅二代中的一些智囊人士提出來 要鼓勵 慫恿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 然後利用台海戰爭之機把它乾掉 不過袁紅冰認為 作為中國的民主人士和反抗人士 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不會去鼓勵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 我們還是堅持原來的觀點 就是必須通過一次全面反抗的人民起義 才有可能徹底摧毀中共的暴政 戰與不戰 中共都在瞄準台灣 曾在北京大學任教 後來在貴州師範大學任 該校法學院院長的袁紅冰 2004年流亡澳洲 他在離開中國後仍與中共體制內有互動 今年1月3日 袁紅冰曾爆料 以劉少奇之子劉源為核心的一批紅二代連署 要求習近平下台 爆料說 這些紅二代已形成三項共識 首相級指責習正推動戰時體制 準備發動台海戰爭 另外還提到北京應放棄武力威脅台灣的政策 改善與發達國家的關係等 在今年2月 袁紅冰在接受看中國採訪時披露 今年1月27日 中共國台辦向習近平與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負責對台工作的王滬寧提交了一份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統戰戰略要點的報告 據稱習近平預計台灣在野黨在立法院的勢力達到統戰目的 賴清德5月20日就任總統後 近日中華民國立法院強行通過了一項國會擴權法案 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 袁紅冰5月24日對中央社說 他在2月爆料立法院內亂的消息 由習近平美膽量撼動的紅二代提供 賴清德就職一週前的5月13日 美國企業研究院與戰爭研究所發表了聯合研究報告 從脅迫到投降 中國如何在不發動戰爭的情況下拿下台灣 該研究報告表示 在中共不斷對台施加壓力的當下 包括美國等國際社會 只將關注重點放在中共如何使用武力攻打台灣 而忽視了中共正在做的另一個舉措 在不動用武力的前提下 採用所有可用手段使台灣陷入困境 最終逼迫其投降 近日 袁紅冰在《精英論壇》節目中表示 從中共體制內傳達出來的信息顯示 在美國大選之前 習近平不會發動大規模的對台作戰 習近平把2025年到2027年之間視為發動台海戰爭 征服台灣的一個窗口期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令海中綜合報導 習問中國獨角兽企業銳減原因 網民諷 就是你 近日在一次企業家座談會中 中共黨魁習近平詢問中國獨角兽企業數量銳減的原因 網友譏諷 其實根本原因就是習自己 據中共人民網5月28日報導 習近平23日在山東考察期間 召開企業家和專家座談會 習近平在會上問 我們的獨角兽企業新增數下降的主因是什麼 獨角兽 是指成立不到10年 但估值10億美元以上 位在股票市場上市的科技創業公司 它們具有高成長性 胡論研究院今年4月發布的2024全球獨角兽榜數據顯示 全球有1453間獨角兽企業 美國佔700多間 中國有340間 去年中國新增獨角兽企業的數量為56間 低於前一年的74間 相關報導顯示 2015年至2018年 中國獨角兽企業成長快速 但2018年後 情況已大相徑庭 新增獨角兽企業數量開始大減 影響因素包括中美貿易戰 科技戰 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加劇 去風險 脫鉤戰略 中共當局對民營科技企業的打壓等 中共人民網沒有在前述報導中提及座談現場 是否有人回應習近平的提問 僅含糊其詞地寫道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 問題清單亦是改革清單 不過 有不少網友直言 習近平本人就是問題的答案 因為近年在習近平國進民退的政策之下 中國缺乏法治 開放度和公平競爭 企業的發展環境愈發惡化 實體經濟逐漸陷入困境 資本外逃嚴重 有社交媒體上 有網友針對習近平的提問回應道 主要是沒人敢投資了 不敢做大了 做大等著被國有嗎 歐社會寫道 習近平問中國獨角獸企業銳減原因 網民 習近平本人就是問題的答案 習包子親自加速 親自指明方向 中國企業哪里還有發展 自己心裏沒有點數 還在那裏填不知耻地追問 也有網友說 什麼當代賊喊捉賊 不是主席您給的行個頁指明了方向嗎 真傻還是裝傻 要說根本原因 那是剩上你自己 地球人都知道 早在今年3月5日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明 在接受經濟觀察網的採訪時就稱 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正在銳減 陸明在兩會上提交了一份建議書 強調獨角獸企業代表數字經濟創新能力和未來發展的方向 但當下數字企業創新與投資活動卻正在減少 而造成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銳減的原因很複雜 包括政策不當 我們有時會出台一些收縮性政策 導致企業不敢發展 當時也有不少微博網友在前述新聞後面留言 19度不保 大鍋飯共產思路 哪裡來獨角獸 向著陽光前行吧 這樣搞下去 沒有獨角獸企業了 怪叔叔 Kenrich 現在話都不敢說 誰敢搞創新 好懷念以前的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 現在一個行業 一個行業的狗 害怕 大天使泰瑞爾 所有的業務都要備案 小企業和個人開發者難以成長 長春寶葫蘆 權力無法無天 誰敢投資 《南華早報》原以美國博欽律師事務所北京辦事處合夥人齐默曼的分析指出 北京當局近年的政策 將一間間科技公司打壓成了國企化的工具 中國的科技環境已不是創新人才的避風港 另外 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 必然阻礙未來的跨境合作 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使得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繼續被孤立 難融入全球體系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